幽静的山谷竟然出现垃圾瀑布 新竹县新浦镇逐71线1.5公里处 被偷到了大量的隔间板 水管等工业废材 连弹簧床也有 深达十多米 500公尺远的山坡地也被偷到了瓷砖以及玻璃等建筑废材 破坏污染环境 让地方是相当气愤 弹簧床 电线 水管等工业废材 沿着山谷满山遍野 深达十多米 新浦镇逐71线1.5K处边坡遭人偷到大量废弃物 明代接获成情 前往勘察 这个地方是在新北跟清水里 新北里清水里交界 就是凉散顶过来一点点 陆陆细细都有一点被偷到了 这是好像民众发现都比较多 垃圾沿着山壁倾刀而下 上个月逐71线 新北里与清水里交界处 陆续遭人偷到大量垃圾袋 地垫 巧拼 还有工业废弃物 将近四层楼高 偷到车辆还将护栏撞破一个大洞 钢条外漏造成行车危险 由于位在水源区 陆民 新北 清水里民 大多取用地下水 垃圾气质可能污染汶水河 影响居民饮用 不止这一处 500公尺远的1K处也有木板 瓷砖 玻璃等建筑废材 大雨冲刷到山谷里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除了地方居民要时常通报之外 我们路口的监视器要非常的明确的装起来 让那些萧小乱到飞机屋的人 他会怕他就不敢过来这边到 这是最终以目前法规面上 或是实际面上 能够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居民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偷盗 通报警方和环保局一同查气 要抓出乱到的人 目前也争取加装监视器 让不肖人士不敢再污染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